另一位观众Sharon是没有微团的 但她就问,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要公布业绩 有没有可以博? 还没有博,可不可以博一下这一款呢? 博业绩我是麻烦的 但是当看法,我自己对微团是可以的 我觉得你说买可以的 但是是否真的买来博业绩呢? 我觉得始终都会要小心一点 虽然安林业绩未必是真的非常坏 因为过去有些科技股其实也不是很差 又或者始终都跟预期比较 如果你出来比预期好,其实也是有得升的条件 但是怎样反应呢? 我想有时候要考虑股价 始终你的价格这两天就先夹不上来 这个又有点尴尬 所以你说只说炒业绩,我就未必太愿意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完全没有货 你想今天深思先买一点,我可以先买一些 你可以说是保障 就是突然间业绩是好的 起码夹上去,你也会有些获利的空间 而业绩差的,起码你也能把手拿到下面再加 因为始终刚才提到业务或者前景是不差的 再加上就是刚才提到政策 其实我相信美团这些也有后过正面支持 所以我想你如果要买,只是适宜买一点点吧 我想这些市况或者今天业绩就很尴尬,就是很大住 而且也一样,它也去到一百天线 五十天线 其实有点开始又是未知是否升穿到 所以如果你买,我想买少量会好一点 如果真的下低一点,比如去到八七楼下的 再加多一点,这样会比较合适一点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我是 是的 谢谢大家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